大家好,我想问一下,大家现在在座的项目是讲的什么样子的呢? 是讲的这样,或者是这样,他们有时候可以叠起来,但是总体来说的话还是很不规整的哦。 有没有想过帮他们弄一个盒子,让他们整体看起来更像一个产品呢? 盒子你可以通过很多渠道来买到,你在当地的一些五斤店,甚至是一些网站上面,都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盒子,但是对于创客来说,盒子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,为此我们推出了Laser Cutting Service。 用Laser Cutting Service你可以用来做什么盒子呢? 我们已经预先为你做好了一个样品,譬如说这样,这是我们用压克力切割出来的一个盒子,叫Skeleton。 实际上你可以在我们的货架上见到它,它是预设的一个两层结构,你可以用来放两层的板。 而且表面的这层板是预留了一个2.8寸的触摸屏的孔位,它整个用起来非常方便,而且还可以积连哦。 譬如说,这样子的一个积连,横的。 又譬如说,这样子的一个积连,竖着的。 大家可以看到,这个是用木头来切的。 没错,我们的Laser Cutting Service呢,是可以支持金属以外的任何物质的切割。 所以你只要告诉我们,你打算用什么物料来切,然后将图子发给我们,我们就可以为你定制你符合你项目的一个外壳。 啊! 到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